弗洛伊德在国外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名字 有个叫平克弗洛伊德的人 这个是摇滚乐的一个大师啊 最近我是发现 他不光是摇滚乐唱的好呀 他关键是有脑子 是个有脑子的艺术家你知道吧 有脑子的艺术家 有的艺术家只有情绪只有感觉 没有脑子 平克弗洛伊德告诉CNN主持人 你啊 你去读读书吧 你连台湾是中国一部分都不知道 你去读读书吧 我一听到这儿 我觉得这个艺术家应该请到北京来 为什么不把这样的艺术家请到中国来呀 请到中国来来北京吗 你来北京东城区南楼鼓酱吗 我很高兴 请他到这儿来 我请他吃北京最好的超肝包子 这人是英国知名的摇滚乐队 知名的演员 他创始人歌手 还有一个叫罗格沃特斯 还有呢 CNN主持人迈克尔史茂克 他们在一块谈 谈一些这个巡演方面的事情 结果呢 沃特斯谈以前到中国来 到中国来 然后呢 结果呢 他就说到中国来 很有意思啊 演出大屏幕的时候 曾经出现过指责美国总统拜登 是战争犯的蒙太奇的图像 谈到中国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的关系 这个人很有一些这个演说能力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他在和CNN主持人对话的时候 告诫对方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读书读的少 你马上去读书吧 我看到这段我就在想 我们中国人很长时间以来 中国人善良啊 把外国人都叫外宾 其实是应该认真做一些区分的 有些是外宾 有些是外敌 有些是外边来的鸡贼 有些人和外边来的刑事犯罪分子呢 吴希夫是有一个外教杀学生 这是案子刚刚判完啊 所以啊 我们对外边来的人都得做个区分 平克弗洛伊德 罗格沃特斯这样的艺术家 应该请来表演 不仅到我们胡同来 光到我们胡同来 跟老头谈什么劲啊 应该到国家大军院去 对不对 国家大军院 你们有这个计划没有啊 如果没有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 我是斯巴南赶紧去看